。 處事不公不正!多名律師要新政府撒掉這三巨頭。 總檢查。選委會主席。反彈會主席。律師促心政府撤三巨頭。 至少三名律師包括前律師工會主席拿都林志偉今日表態。 樂見新政府誓言會遵從法治。同時點名三名高官包括總檢查長丹斯里阿班迪。選委會主席丹斯里莫哈莫哈欣。反彈會主席丹斯里祖基菲里一定要下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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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促查EMDB公司CEO。 他也认为,新总检察长上任后,也要调查一马公司首席执行员阿卢尔干达,并与美国司法部合作,索取更多和一马公司有关的资料。 若单纯以资料而言,毫无疑问有违法,应该采取提控的动作。 此外,拥有接近40年职业经验的资深律师K.西拉达斯持同样观点,他指阿班迪之前的举动明显偏向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,除没给予正确法律意见外,也没采取正面的举动去纠正前朝政府所犯下的错误。 指阿班迪应马上辞职。阿班迪一定要走,如果他有自尊,他应该马上辞职。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,丑陋不公正的事已发生太久。 K.西拉达斯也表明,西政府应该检讨选举相关法令该和程序,让选民未来投票不再受折磨。 如果许多选民要排队4至5个小时才能投票,显而意见制度上一定出了问题。 另一方面,律师公会主席乔治瓦鲁格斯表示,该会乐于和新政府合作,以维护法治,捍卫每一位大马人的基本自由和权益,共同实现一个公平、公正国家的愿望。 选委会主席乔治瓦鲁格斯,丹斯里莫哈莫哈欣。图,星州日报。 林志伟,山洞法反假新闻法等。废物法越快越好。 林志伟也促请希望联盟政府,在新一季国会开会时,即通过立法管道废除多的严刑峻法包括煽动法令、反假新闻法令、国家安全罪行法令、反恐法令及印刷及出版法令等。 他表示,西蒙领领袖还是反对党时,长指一旦执政要废除对人民不利的法令,如今是时候兑现诺言。 时间表是越快越好,最好是新一季国会下一月召开时就马上废除上述法令。 此外,林志伟也认为,日后所有内队部长、政府高官、法官,都应该向反贪会申报个人资产。 我国目前并无强制人民代义士等人,需公开申报资产的法令。阿班迪,依事实法律做决定。 没隐瞒,没隐瞒emdb证据。 总检察长丹斯利阿班迪今日否认,他在一马发展有限公司课题上隐瞒证据的指责。 阿班迪针对新任首相敦马哈迪对他做出的指责回应说,以前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现有的事实和法律,无论是程序性法律或是实体法。 我问心无愧,我会保持透明并愿意披露一切,我没什么可隐瞒的,也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动机或议程。 他还说,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国,任何人要采取行动都必须依法执行。 在他就指使的新闻发布会上,他被要求对首相马哈迪的发言做出评论,指阿班迪破坏了他在一马发展公司的角色,并隐藏了相关的证据。 马上转发。